哈囉各位iStyle的朋友們 大家好我是真沛茨 現在我自己其實真的說真的在感情上的條件不多 但是就是不要讓我的心受傷 這點是最重要的 就是要找到適合自己的人 剛剛講的其實也是真心話 懂我貼心 隨便 這個年紀會有不同的目標嗎 有沒有想說什麼時候把自己加掉 我隨時 我已經準備好了 隨時 內服的廟方 在這邊我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會早上起來空腹的時候 以前我都喝溫白開水 但現在也是朋友提供給我的 然後我自己實驗覺得非常有效 你就是把檸檬切片 要洗喔 檸檬切片 然後放在蜂蜜裡面 是醃檸檬的概念吧 應該這樣講 然後你放個一兩天之後 檸檬的那個色跟酸就不會那麼強烈 因為我還要唱歌 有時候我只泡檸檬片的話 那個酸的感覺太強烈 有時候我自己覺得食道會比較不舒服 可是放到那個蜂蜜裡面之後 那就冰冰箱 然後你可能切個一顆可以喝個一個禮拜 然後我就每一天這樣試 空腹的時候那個溫白開水就變成 你加一兩片檸檬出來 然後我就覺得身體比較好 比較少感冒 然後整個人精神好像也比較好 短髮其實比長髮方便 講方便這兩字有點不 很不女生 但是我跟你們講 你們工作一整天回到家 很累的時候長頭髮 要吹頭髮的時候 要嘛我身邊的朋友 要嘛他們就不洗頭 要嘛就是 永遠都比你晚睡 因為他吹頭髮要吹很久 所以其實短髮對我的好處就是 我覺得是好整理的 好看 好看 好看